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激起了陶渊明对刘豫政权的不满 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 但他无法改变 也不愿干预 只好借助创作来书写情怀 塑造了一个与乌卓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 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情趣 《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下面我们就一同来欣赏一下这篇千古佳作 桃花源记 桃渊明 进太原中 武陵人捕鱼为业 原西行 望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家暗树百步 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 鱼人甚意志 复前行 欲穷其林 临近水源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从口入 出吉辖 财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土地平矿 乌舍俬俑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数 千莫交通 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众作 男女衣着 昔如外人 黄发垂条 并宜然自乐 见于人乃大惊 问所从来 据答之 便邀还家 涉酒杀鸡坐食 村中闻有此人 闲来问讯 自云先世 必秦时乱 率妻子一人 来此绝境 不复出言 遂与外人间隔 问今世何事 乃不知有憾 无论未尽 此人一一 未据言所闻 皆探晚 愚人各父严至其家 皆出酒食 亭树日 辞去 此中人语云 不足为外人道也 寄出 得其传 便扶向路 处处置之 急郡下 亦太守说如此 太守即遣人随其往 寻相所至 遂迷 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记 高尚事也 闻之欣然归往 未果 寻病中 后遂无问今者 桃花园记说的是武陵有一个打鱼人 驾着小船 找到一个山洞 洞那边有洋田 美池 乌舍和桑竹 没有战争 也没有饥饿和痛苦 从黄发的老人到垂条的童子 全都怡然自乐 鱼人在那里住了几天 离开时一路上处处做了记号 希望将来再回到这个美好的地方 可是等到他下次再来的时候 他做的记号都没有了 再也找不到那条去桃花园的路了 南阳有一个名叫刘子记的人 直到这时候也想去寻找 但是不久呢 就病死了 最终没有去城 写到这里啊 桃渊明说了最悲哀的一句话 后遂无问今者 这里呢 蕴含着人生的哲理 一个美丽的理想 不管实现起来如何艰难 只要还有人在努力追寻 就存在着实现的希望 但如果连做这种尝试的人都没有了 那么希望就确实渺茫了 由于桃渊明笔下的桃花园 美妙神异 早在唐代就有人把它看成是神仙境界 最著名的如王维 做桃渊行一诗中说 春来便是桃花水 不便仙缘何处寻 桃渊社会尽管迷离 恍惚但充满了人间气息 土地平矿 乌涉俨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暑 千莫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耕作 男女衣着 稀如外人 黄发垂条 并怡然自乐 这种淳朴平淡 优美安详和谐的景象 渲染了作者的理想色彩 桃花园记是桃渊明晚年的代表作品 因为它非常自然亲切地表现出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愿景 所以从它诞生起就引来了无数的共鸣 无尽的瑕疵和无限的探寻 桃花园的理想社会 以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 人人平等 勤于劳动 热爱自由 忠于传统为特质 这一理想家园的塑造 是对当时社会的否定 可以说 没有对时代的感分 对社会的反省 对人民的同情 绝不可能有这一理想的产生 文章中 桃渊明以秦末时期的百姓进入深山 以避乱世的事实为根据 承续了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 同时还吸收了魏晋思想家如报敬言的吴君论思想 最终形成了桃花园这一完美的社会理想国 淳朴优美的桃园境界 放射出理想的光辉 引起无数后人的瑕疵和追寻 另外值得深思的是 在桃渊明的时代 佛教已经传入中国 并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 产生了广泛影响 但桃花园的理想社会 却具有着非常鲜明的人间性 它非仙非佛 不是宗教的彼岸世界 它告诉人们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朴素的道理 理想在现实中是可以实现的 尽管它看起来显得非常渺茫 难以企及 直到今天 据说仍有人没有放弃对它的追寻 这或许正是桃花园记的魅力所在吧 那么我们今天人类的境遇 离桃花园的世界是近还是远了呢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点赞关注风雅吉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您想听的古诗是什么 再会